道理越讲越明白 真相越滑越清楚 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我是膝口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 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天来讲一下台湾的总统大选 现在似乎又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 之前讲过一下台湾的总统大选的情况 但是现在看到了近期民调又出现了变化 变化是什么呢?似乎距离在拉开 也看到了台湾总统的辩论和副总统的辩论 现在都已经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他们究竟讲了什么呢? 现在对台湾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今天请路桥来和我们分析一下 2024年总统大选倒数都是三个礼拜 台湾一份民调公司 它叫美丽岛电子部 它就在27号发表了它的最新的民调 已经是第98次了 他们三天做一次 就说民进党现在是38.7%领先 国民党是29.7% 大家争了9% 民众党即阿文哲他们就是16.6% 这个美丽岛电子部是台湾一个 现在来说是被世界或者西方的主流媒体认定的一个民调公司 当然在台湾有很多很多的民调公司 但是美丽岛电子部现在是大家公认是比较中立客观的 所以我们就采用了它 其他有些民调都差不多 始终就是民进党领先 国民党就跟候 今次他们之间是相差9% 这个真的是这几天发生的事 因为在第一次总统辩论之后 美丽岛和其他的民调公司都做了一些调查 就发觉国民党和民进党 他们的差距几乎是黄金交叉的 很险的 那时候很多人都有些担心 说今次会不会真的国民党会令大家好意外地赢出 但是在第二次这个总统辩论之后 情细就逆转了 那因为如果大家有听过这个第二次辩论 你会发觉特别是第三轮赖清德所说的东西 是非常之精彩的 赖清德他也都是改变了他以前的作风 他以前是比较温文异雅 比较忠诚一些 但是在第二次的总统人的辩论的第三轮里面 他真的是锋煌不露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 看看你有没有同感 这个先讲第一次的这个总统辩论 因为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网友都未必一定是亲自去看了 大概讲一讲 第一个抽到要作自己的政见的陈述的 就是侯友宜国民党的 他就说他坚持台湾的民主制度 他坚持这件事 反对一国两制 反对台独 他说台湾命运应该由2300万台湾人决定 他认为他的路线是中间路线 是可以真正远离冲突的 侯友宜他似乎就什么都要 他又要自由民主 他又要命运由2300万去决定 但是另一方面 他跟中国大陆的论述是差很远的 中国大陆现在的习近平所谓的九二共识 就是一国两制 一个中国一国两制 他反对 接着他又反对台独 台独这个字真是很怎么说 是很模糊不清 什么叫台独 稍后我们慢慢听下去 可能大家就清楚一点 他当口疑 说了这些东西之后 大清德立即就反问他 他说 你口口声声说要守护中华民国 但你又接受九二共识 其实这就是我刚才说了他互相矛盾 他说你难道你不知道习近平在二十大那里 一再强调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吗 你究竟想要什么 那接着呢 那接着呢 头友仪又质问了 赖清德 是不是愿意终结所谓的台独 党纲 赖清德没有回答他 但是就说 我们三个人现在站在这里参选总统 在中共的眼中 全部都是台独 那他说他说真的对的 如果你们不是已经独立 怎么可能是三个人用一支最民主的方式 来去竞选总统 总统不是特首 所以大清德这句话都是很厉害的 在对中共来讲 你们这样参加选举 三个全部都是台独 然后你都有人在那里反驳后友仪 就是说他你怀扁2300万的台湾人决定 他说现在来讲 很多的天然独 特别是越来越轻的 他们就算今次选哪个都不要紧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他们是中共的一部分 他说如果这2300万的大多数台湾人 都选择台湾独立 究竟是你想怎样呢 你说你反对台独 但是绝大部分人是支持台独 或者台独一个很broad的意思 就是很广泛的意思 那你又说反对台独 你又说尊重2300万人的决定 是不是自己也都在那里很混乱呢 那就是 的确我也觉得都问得很对 那后友仪或者国民党 他们始终就经常都是互相矛盾 你始终搞不清楚 他们究竟他们真实 他们的立场是什么 我们曾经有一期说过台湾 就说到现在后友仪的外交和国防政策 如果你不看后友仪的名字 你以为是蔡英文或者是 賴清德的政綱 因为他说到就是要和美国联结 和美国的盟友联结 去抗共 要怎样去武装台湾 令到中共无机可乘 讲到怎样和美国共同去训练自己的军人 怎样去增加民众服役的时间 那这里是一步 但是几乎是同时 后友仪又批停民进党 就将整个国家 就陷入这个战争的边缘 又骂民进说为什么要将军费 国防预算升高到六千零六百八十亿台币 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军费 为什么兵役要延长一年 为什么美国要均援 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 又说现在已经是两个国家 已经在打仗了 难道你是想台湾都加入战场吗 很多人觉得他非常之双重标准 除了他互相矛盾之外 阿赖清德去加强军备 对后友仪来说就是挑衅引战 他自己去加强军备 就是阻吓动武 所以大家都觉得国民党你究竟想怎样 讲清楚点吧 你最好就是清清楚楚 你要什么不要什么 你不要什么都要 但什么都要当中含糊那些定义 然后自己造成民众很多的问题 用这些东西来说也是模糊焦点 这种情况是最可怕的 因为他一模糊焦点的话 当临门一脚的时候 他就说了其他的东西去了 好像说增加军费 他说紧要的时候才增加军费 他如果说不紧要 那就没得增加了 但是蓝清德在第一场的政见发表会里面 就说得很清楚 他主要就说到民进党的四大支柱 这四大支柱就是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这件事我想是激到习近平很生气的 就是这一样 其他都生气的了 不然这一样最生气的 第三就是台湾的主权是不用侵犯併吞的 第四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是由2350万的台湾人民 自有权决定 所以就是非常清楚他有要的东西 有不要的东西 这个立场是很清楚的 但是对于蓝清德在这个论述 我们后面还会清楚解释一下 至于安文哲他主张台湾自主两岸和平 安文哲就是经常都说大陆有大陆的难处 他接触过他们的 所以互相谅解互相帮助 听起来 就是对我们说一向对中共这么理解 或者是很注意中国发生什么事的人来说 他的说话是比较觉得好像很天真 那这个就是安文哲 你的评价对他这么好啊 我觉得安文哲不是天真 直接帮中共说好说话 第一场这个辩论过了之后 这个政策学者他是政治大学的 他叫丁淑范他就说 他说三组候选人里面 没有人够胆提统一两个字 也都没有人够胆讲狗义共识 虽然在另外的场合 由马英九带头 整对国民党人是讲这件事 包括后友谊 但是在这个辩论会里面 不敢说 因为知道这所谓的九二共识 统一全部在台湾都是票房毒药 台湾人民没办法接受一国两制 完全全没办法 所以他们避开 但是就台湾的立场来说 在中共的眼中 是全部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只要你说你不主张统一 你就是台独 只要你说你不主张 不赞成一国两制 你就是台独 就是这样 就是中国大陆 习近平特别习近平的定义是非常合线的 只有什么不是台独呢 你就被中共武统或者民统完全成为中共的一部分 那你就不是台独了 其实习近平特说得很对 你三个人站在那里发表什么政见的演说 其实就是台独 三个无论你说什么 你就是站在那里竞选总统 你就是台独 不用看你再说什么 看香港就知道了 香港人说自权 已经说你是港独的了 讲一下 连行动都还没有 已经是港独的了 中共现在来说 它就是团结大多数去打击少数 民进党暂时就是敌人 但等到解决了民进党之后 国民党或者民众党 其实都是中共的敌人 因为他们是没有可能是完全按照共产党的意思 一成不变地去做 只要你稍微有些是和都无共产党的要求不一样 你就是台独 那就是26号就是三个人又参加了第二场的政见发表会 那这一次就和第一次不是很一样 第一次就完全是讲两个人关系 第二次就讲了很多的民生的议题 教育、社会、房屋、年轻人的就业 很多的治理方面的问题 赖清德当然就因为他是执政党 他们已经执政八年了 有些什么做得不好的就被人看得很清楚 做得好的就不输 人家绝对不会夸张你 但你做得不好就人人都看得到 因为国民党和民众党都不是得兵党 所以他们就不需要好像赖清德那样 下下要去为自己辩护 这部分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最精彩的就是赖清德在第三轮政见发言里面 痛批国民党 那整个辩论就是分三轮的 就是第二次都是三轮 每一轮呢 候选人都可以发表十分钟的演说 那总共就是每个人三轮加上就半个钟头了 那赖清德在第三轮的政见发言里面就说 国民党被台湾带来了三个祸害 第一个就是死抱一个中国的神主牌 令到台湾有认同的问题 大家分裂 影响了内部的团结 第二就是跟黑社会搞在一起 在不同的城市里面都有些黑社会的家族 很多本身是已经是罪犯来的 还是成为了他们的不分区的议会代表之类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为了自己当选就无所不用其极 用抹黑啊 欺骗啊 放假消息啊 之类之类 一点都不客气 那赖清德就说 过去国民党反共主要是反攻大陆 消灭万恶共匪 解救大陆同胞 还带领过台湾 打这个古灵头战役 八二三炮战 要曾经守护过中华民国 也都守护过台湾 那后来呢 就掌经国先生知道反攻无望呢 就推出这个十大检设 就大量用台籍的人士 掌经国曾经说过 他说我在台湾住了四十年 当然是台湾人 但是他也都是中国人 曾经说过这些话 那赖清德说 掌经国走的是落地生根这条路 放弃了落叶归根 但是现在你看看 你看看马英九 赵少康 韩国瑜 朱乐伦 就是他直接就提名了 就说这些人 为首的国民党 就不去想想怎样去落实 掌经国的路线 反而就是去亲共 不但不反共 而且亲共 嘴就说要守护中华民国 但是是反对均购 杯葛国防自主 政治想接受九二共识 完全无事于习近平 已经为这个九二共识定调 这个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就是一国两制 在这个情况下 中华民国是没有存在的空间的 他说经济上 给国民党还要重启服务 准备开放大量的中国学生来台湾 将经济再度地锁进中国 賴清德又说 他说掌经国说过 没有台湾问题 只有中国问题 但是每次中国对台湾 是威胁的时候 马英九为首的这些国民党人 就会不断地批评台湾政府 批评台湾挑衅中国 那么他呼吁全体的台湾民众 去想一想去公平地去评一下你 他说国民党是对不对得住 蔣经国先生 对不对得住 生他养他的这一块土地 对不对得住广大的台湾人民 我觉得他是锋芳不露 我觉得他的剑是收起来的 现在他觉得要出剑的时候 这些他的论述 对于我们在中国大陆 或者是对中共有认识的人来说 是很清楚的了 一直都是觉得国民党你搞什么 为什么你们还是这么糊涂 或者是这么愚蠢 但是今次由賴清德 讲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所以我自己觉得很精彩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自己觉得很精彩 难怪今年蔡英文在纪念 蔣经国的日志里 赞扬了蔣经国 不过得陆桥先说了 国民党你究竟想怎样呢 那么就说回民调了 当然民调就现在最后冲刺了 很多人就说 看看有没有大事件发生 有大事件发生 就会影响到这个民调了 而这些大事件 经常是人做出来的 就是中共做出来的 因为选举已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三党之间有什么短处 或者有什么黑暗的东西 都被人揭得七七八八九九十十了 那如果真的有什么大件事 好像当前陈水扁被人家开枪 那些大件事 通常都跟中共有关的 所以说这三个党的基本盘 基本上就已经是作了决定了 中间那些选民大概有20% 有些人说近30% 就可能会好看这几次的总统 和副总统的候选人的发言 因为这些人的发言 其实都是可以帮助他们更加清晰 看到台湾现在面对的一些问题 究竟在哪里 他们独立地去思考 比较三个人他们说的话 然后作出他们的判断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董统的竞选的辩论是很必要的 这里也都我要称赞台湾 他们真的走向民主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是比我们的感觉越来越成熟 就是他们三党虽然大家可能非常之敌对 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理由支持 其中的一党 但是这个辩论我觉得是公道自在人心 大家就按照自己的价值观 按照自己的年历 按照自己的对这些党的认识 这样去评判 就是一件非常之好的事 那就是淡江大学的副教授 他叫张五岳 他就说 今次无论哪一党是胜出 他说两岸关系都没有可能回到2016年 那个以前的状态 2016之前 当然之前就是马英九 他当政 当时来说 美中是非常之和谐的 没有大国博弈 当时来说 也都没有所谓的习五点 习五点就是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 在2019年的1月2号 习近平就发布了一个叫 《高台湾同胞书》 里面就讲了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他要力求国家的统一 这个共识就是9月共识 他还要探索两制台湾方案 就是这个一国两制 当时来说就是他提出来的 蔡英文很厉害 同一天的下午就举行这个记者招待会 他就说不接受9月共识 这个就叫做习五点了 那就习近平对台湾的态度 和他前面的党魂是有不一样的 他是特别说得很清楚 什么叫做9月共识 他特别是想尽快地用武力也好 用统一也好收回台湾的 就是马英九执政的期间 他承认9月共识 中共就很开心 就经常都说台湾是我们的了 中国有部分了 这个马英九自动自己可以说 气骸投降 台湾在国际上几乎一点地位都没有的 外交上也都是幽兵 他们听说汉光演习的时候 甚至不是打实弹的 只不过是放炮 就是配额 假炮 配额 但是现在来说 美中的关系 是跟当时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现在来说 美国是在印太 领导着很多的国家 共同去抵抗中共 台湾其实在美国的计划里面 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一直都说得很清楚 那台湾是否可以 如果国民党当选 是可以走回头 全部相信中共 好像马英九那时候 那就跟这个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不理现在的世界的潮流 其实分了两个阵营 民主阵营就是一边 专制阵营就是另外一边 是否国民党当选之后 它可以放弃自己的民主阵营 走去独裁那边 走去独裁那边 那个影响是大到不可以想象 除了中国共产党并吞你之外 台湾也都会被世界的自由阵营抛弃 也都不算抛弃 是你不要人 你不要这个阵营 那这些东西对台湾的经济 台湾的政治 台湾的民生 台湾的走向国际的形势 或者简言之台湾的将来 影响大到不得了 是不是台湾无论是哪个政党当选 是不是可以选择走回头路呢 这个是很多学者的问题来的 对于我们来说 特别是香港来说 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台湾会不会变成香港 其实习近平是很大决心的 他是真的想将台湾变成香港 他今次在这个毛泽东诞辰座谈会里面发言 他以前就没有说这些东西的 今次说了 加插了香港和台湾问题的内容 他这次在香港问题上 一点都不再提基本法 但是两次说了 要落实中央全面管治香港 这个就大家很清楚了 在台湾问题方面 他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大势所趋 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就是这样 所以他这一次又再说多次 但是其实他说了无数多次 在去年十月举行的二十大里面 他就说了 如果有外部势力支持台湾独立的话 中学大陆就会对台湾独舞 然后我们也很多人记得在APEC的时候 很多的主流媒体就说 2025年2027 习近平都说他不会攻台 当时包括我们在内 我们都很开心 松了口气 至少暂时不会了 但是NBC在12月20号 就发表了一篇新闻 就说他採访了三个美国的现任和卸任的官员 就说其实之前的报道只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就是习近平在旧金山峰会上 对拜登说他对台湾民进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 是很担心 就是不开心 另外他就说和平当然很好 但是中国始终要统一 也都必然要统一 所以就不用看远了 就是这两三个月 习近平就不停地说 台湾统一一定要统一 就是很多人就觉得 他究竟怕什么 就是台独 他真的怕得那么紧 他究竟怕什么 就是说完我们以下说的 大家可能会都明白 多一些是习近平 德国之星就宣访了 賴清德的竞选发言人 他叫赵二昌 他之前是一个外交官来的 这位先生就引用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移民 他说1999年 就是民进党第一次执政之前 就已经说得很清楚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他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他说现在来说 賴清德和肖美琴 会是延续蔡英文的路线 坚守四个坚持 这个四个坚守 我们先说过了 就是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 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低属 坚持主权不用侵犯 坚持中华民国的前途由台湾人民决定 如果你再细心去看看这四个坚持 下下其实对中华共产党来说都是极度质疑的 每一样东西都是他没办法接受的 所以为什么习近平会是这么惊 或者是这么反对这个民进党 就是因为他知道这四个坚持 每一样东西不是不针对他的 还有一个根据这位赵二畅先生说 台湾是一个国际问题 因为中共威胁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升我们的国际阻撼能力 那就是和其他人走在一起去阻撼中共 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今天台湾和很多国家 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在内 都属于一个价值连线 这里就提出了其实和专制的阵营是互相对立的 这个也是习近平非常之忌的东西来的 就是你乱合外国势力或者外部势力 来反对中共 你反对我们 德国之星的记者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 现在有半数的民众都担心台湾和中国 在未来五年就会发生战争 绝大多数人都不想自己或者家人上战场 那也都对美国会不会出兵充满疑虑 超过半数的民众 也都说自己没有因应这个战争的准备 那如果真的大家 今次选了民进党当总统 是不是真的会引来战争 这个问题我都问得非常之好 但是这位赵先生就说 你看这件事 你要看看中国 究竟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企图是什么 会不会因为政党的改变 而改变他们的基本的企图 你看看过去的历史 赵先生的大概意思就是 共产党是过去的几十年 没有一刻是不想收回台湾的 所以这个不是因为民进党做总统就会有战争 而是主要是共产党他们的决定 他们一定要打 就是这样的情况 这个就是民进党他们的一些 因为他是竞选办的发言人 所以真的很能够代表民进党的一些的看法 而民进党是很可能今次赢得今次的大选 所以我就觉得都是有必要知道一下他们究竟怎么想 最后我也想讲讲一位民运人士 王君涛大家都认识他了 他的看法 他是一个来自大陆的人 他怎么去看这件事 他说台湾大选要注意三样东西 第一个是台湾的安全 一定不可以跟共产党走在一起 你跟他走在一起 你就台湾变香港了 第二 台湾要意识到现在国际社会已经分成两大阵营 一个就是民主阵营 一个就是流氓或者一些邪恶独心阵营 所以台湾一定要站队阵营 这个不仅是这么简单 你说台湾亲国亚反共 而是你在整个国际阵营里面 你怎样去站位站错了就很大件事 第三 他说希望台湾和美国都能够支持中国大陆民主化 他说只有中国大陆民主化 台湾只会是长治久安 只会是真真正正的安全 而美国也可以避免和这个国家最终一战 对于香港人来说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也觉得只有中国大陆民主化 中国共产党下台 香港自由回归到以前的警方的希望 看来下架中共解体中共 全球人都没得选择 是唯一的办法 如果做不到的话 全球可能都会有事 都会惹上麻烦 包括现在 以下冲突都和中共有关 你说台湾那么近 有什么可能无关呢 如果你现在看我们的节目还没订阅的话 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 顺便点击小铃铛 我们每次有新的节目的时候都会通知你的 这里是月光药理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 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 因此持续不断的 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 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 希望之声自主研发 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 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 这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 用低成本 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 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 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 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 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 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 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 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 不断的真实的资讯 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 完全是有民间的资源来完成 我们迫切需要资金 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 你只要捐助20美元 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 聚沙成塔众志成城 施开空中国帖幕 启发中国的民资 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 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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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